原标题 唐朝其实并未统一天下 有一股势力争冠年间仍在 李世民也不敢惹隋阳帝继位之后 开始穷兵独武告德民不聊 到隋朝末年天下大乱 诸多势力纷纷崛起 根据隋唐英雄传中的说法 总共有十八路坊和六十四路烟尘起兵 尽管说法有点夸张 但总之当时起兵反随的势力不少 大家都知道 最终是李家夺夺天下 李渊起兵反随后 命令李世民征战四方 一路消灭了薛局 刘宇舟 萧喜 王史冲 斗建德等势力 然而在所有势力当中 有一股势力有极强的背景 连里市民都不敢动他 这人就是梁诗多 梁诗多是夏州朔方 尖陕西恒山县人 祖上曾是北州隋朝的官员 他从小学语 长得后成为隋朝将领 负负责镇守英良府 可他因为跟当地土豪发生冲突 失手打死了人 结果被隋朝罢官 一气之下梁诗都回到家乡 硕放私混 无所事事的梁诗都 整日有手炮钱 便召集了一批土匪 占起了美本钱的买卖 直到公元617年 天下大乱 梁诗多也趁机崛起 他杀死当地县官 并陆续攻下了周边的重镇 前来镇压他的隋军都被打跑 梁诗多的势力越来越大 617年 以冤父子攻到长安 扶持隋阳帝的孙子阳又做傀儡皇帝 以市民便四处扫平各大势力 然而当他跟梁诗都交锋时 虽然得胜 但却让对方跑掉了 梁诗都一路北上逃到突厥所在市地 为了保命他竟然投靠了突厥 并把边境一带领土献给突厥 突厥虽然是少数民族的 但各个彪汉以偿 据说他们是汉朝时匈奴人的便衣后代 以市民突厥暂时也没办法 只好避其风芒 梁诗都这一股势力就这样保存在线 以突厥当靠山 连李市民都不敢动 后来李渊成帝也就不再领梁诗都 再到后来不李市民登基 争过年间梁诗都和他的一股势力仍存活着 在李市民的志 陛下唐朝渐渐开始强大 公元628年唐太宗命柴少为统帅 帅军赶跑了突厥 没了突厥的庇护 梁诗都再也抵不住唐朝大军 最终他兵败身亡 终年55岁 梁诗都作为肥沫一股势力 竟然能坚持到贞冠年间 比起斗建德 刘武周 王氏冲等势力 似乎又更胜一筹了 不过梁诗都为了保命 竟然把中国的领土卖出给突厥 张在中国的角度而言 他无疑是个卖国贼了 后世的名声自然也不会好 你觉得该如何评价梁诗都呢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刘武周